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拍片和大家分享幾個市場的技術作品和波羅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走勢,恒指今天破了昨天的頂,破了昨天的頂,就開始回落了 因為今天是時間周期轉折的關係,所以有高位的話應該是比較大高壓 因為之前這個低位數上去,今天是第14日 13本來已經是一個轉折數,第14日有時都會破一破頂 有時都會繼續做掛線動作,繼續回趨勢 這個轉向究竟是短暫的轉向還是一個長期的轉向 看到今天曾經下過5Mb以下 5Mb因為他之前都沒有站得穩,即是收到5Mb 所以今天就看到跌到5Mb以下,暫時有支持 如果今天收到5Mb以下,也沒有確認他轉回跌 不是說他不會跌,當然只不過是沒有確認,沒有確認訊號 如果今天收到5Mb以下,就差了,應該有機會轉向了 所以也要留意今天的收市價會在哪裏 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看看兩小時圖,兩小時圖的曾經有個五浪結構 就是昨天有高位,然後回了一下,就是這一下 這一下有個五浪結構,五浪結構跟前面有關係 即是4A4B4C,因為4C是一個五浪結構,是一個平台浪 那就是4浪結構,然後還有一個五浪結構 那五浪結構,全部是陽軸,所以一轉音軸,就會有機會是五浪結構 那他這裡有些有效的支持位,等一會看看,是4小時圖 一些有效的支持位是用STC做的 那看回,24小時圖的一些金刷位置 那要留意這些STC的金刷位置,就是它的一些有效的支持位,那對應 看到对应就是这些位置 看到这些有效的支持位置也未试过收穿 可以放大看一看 看到这位置曾经跌穿过但没有收穿 收市价也没有在最低位以下 所以升浪就继续了 然后下一个有效支持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也没有收穿 然后下一个就是在这里做的 看到就跌穿了 但情况跟前面一样 跌穿了但没有收穿 也有机会继续回趋势 所以看到是未收穿 但是下午会不会说这枝四小时花会不会收穿 如果一收穿就应该起码 就大机会之前上来的浪 就有机会完结了 这个位置如果一收穿 暂时现在拍片这一刻都未收穿 就是说它依然还是有可能 是继续回趋势 也有可能 当然不排除它可能是弹上去 到时才可以收穿这个支持 所以这里也要继续观察 但是如果根据刚刚 譬如Patreon的图 那这里就跌穿了4 就是这里是3 然后这里是4A4B4C 那4也跌穿了 那应该就是说起码5就不会延伸 5就不会延伸 如果这里345 这个是最后一个浪 就是这个升浪上来最后的一个浪 那应该是完的 那我会做回 日线图的这个 调整的 那之前呢 就是这样数吧 日线图 1 2 3 4 那5浪呢 1 2 3 4 5 那如果今天日线图 收音笃 那就有机会形态上 应该是完 1 2 3 4 5 那有机会做完 所以这一点也要留意 今天是究竟收音笃还是羊笃 1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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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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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意 它会不会失手这条MA,4小时它有条3-4MA 它暂时站得稳 如果这条MA都失手,才会有大机会见顶 这里的有效支持,同时它也是移动支持 如果收穿,才会有大机会见顶 否则如果是站到这条MA,这个位置站得稳 又是没有收穿在下面,也不排除它还有顶 所以这点也要留意 再看一看 也要留意日线图的5MA,有没有失手 如果失手,失手了才确认它是这里完的 这里上去的浪完了 但是如果向下看,向下看,向下看 就是看它见顶,有没有信号呢 也有的,它有4浪的位置开始 它有个时间周期,就是34转折 它这个5浪可能是用了34枝巴 5小时图用了34枝巴 第34枝就做了顶 也有机会是这样 也有机会是这样 也叫做博今天那个顶是建立顶 也有机会 看看上阵指数,看到上阵指数 然后看到它去到0.786 这些位置 就是这个比例的位置 那就手制了 就是有一个转向 昨天它日线也收到阴足 反动形态上次是反弹 看到阳,阴,阳,阳 在转阴足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顶 这个顶没有再升穿 那也像是一个ABC结构 也像是一个ABC结构 那就会破这个底 像是这样 那如果它突然收阳足 还要升穿这个顶 那才是一个5浪结构 就会是1,2,3,4,5 可能到时会一回又再上 所以都要留意着 就是暂时呢 如无以外它还是跌下去 但是就要留意 它有没有可能会升穿这个顶 升穿的话 和收阳足的话 但是它都会回的 去到这些位置 走完5浪结构 它都会回先的 再上 所以在这里 这些水 暂时这些位置 都是看淡围树 看看导致周园 看看导致日线图 看导致日线图 它站稳到这里 曾经的阻力位 站稳了之后 它就变成支持 即是没有失守 这个位置 没有失守 它就继续在上去 那它上去会不会说 会不会说在这里 这个跌浪的一个反弹呢 那也有可能 因为它始终 始终它没有升穿这个顶 之前 它还可能是反弹浪 差了它的反弹 到哪些位置 会是完 看它这里 因为它现在去到这个反弹浪 假如它是反弹浪 它去到一个 类似是C的一个 即不是C就是5 可能这些位置 1,2,3,4,5 即是它这里上去 应该是有个5浪结构 即是 比较 保守的看法 它由这个位置上去 走完5个浪 它有机会转回跌 所以就看看它这里 什么时候走完 这里的走浪 什么时候走完 看到暂时就是 有个 1,2,3,4,5 就不太像 应该会再升穿多次 这个顶 可能这里是 1,2,3,4,5 构成1 2,3,4,5 即是它两小时图 再升穿这个顶 暂时在做阳烛 接着再收阴烛 就应该是有机会完 首先它现在应该会升穿这个阴烛 然后在某一枝收阴烛 有机会完 就是说它现在还在做阳烛 就是说 做多可能几枝阳烛 两小时图 可能做多两三枝阳烛 破这个顶 然后转阴烛 一转阴烛 就有机会完 这里这个阳烛 就有机会完 就转回去 即是说它现在就似乎是 这个阳烛 到尾端的位置 那就 比较像是利弹的恒指 如果是这样 那这里看看它会不会有些比例上的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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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它会去到1比0.100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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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些 那些 轉回去,比較像是這樣的 因為它始終是在牛區,現在也有大機會落到紅區 也有一個頂背池 MACD也有一個頂背池 這個道指上多一點,應該會轉回去 再配合周線的89MA 因為它上星期沒有收到89MA以上 所以這星期也趨向收不到 只不過這星期還沒有收足 因為它今天也是星期四 就算明天再在比例上 還可以在這個MA以上 還可以 明天晚上 星期五晚 就會收到這條MA以下 也有可能是這樣的 當然如果周線圖最終收到這條MA以上 就會看得比較好 這條MA到時就會變成支持 也都可以 量一下這個Retracement 0.618的位置 它就應該差不多到 0.618的位置 大概是33999 即34000那些位置 一星穿就有機會有固滑 因為如果是反彈的話 就普遍是0.618這個位置受制的 如果是反彈浪的話 所以這個位置也要注意 看看它的反彈浪 是反彈浪 做成怎樣 看到它反彈到 0.5也未到的 要留意 可能它是0.5 因為導指也有0.618 因為導指也有0.618 去到反彈 可能它是0.5 高一點 有機會會回落 OK 那它這裏就有條MA 有條55MA 那它這條MA 就 它可以是這樣 即它可以 今天這支BAR 就站不穩 星穿但是站不穩這條MA 但是下一支BAR 就衝去50%的位置 然後縮回去 又收回這條MA 以下 即是它可以從頭到尾都站不穩這條MA 但是碰到這個50%比例 然後縮回去轉向 即是這樣也有可能 所以就留意看看會不會是這樣 那如果今天它收到在0.320以上 那大機會去0.5這些位置 那它也是跟導指一樣 它也是在這些位置 因為它是反彈浪尾 應該就是 應該是會有個五浪結構 即是這些位置會有個五浪結構 那看到是陽陰 陽陰陽 那它要再破頂 然後再收陰竹 這樣才確認這個 由這位置開始的走浪先緣 這樣才有機會下去 這樣才有機會下去 那它4小時圖的那個MACD顯示 就像是同一個浪來的 即是這個位置金叉之後 那這裏會是同一個浪 即是這裏上去同一個浪 這個浪分成兩折 可能會是1比0.764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ABC 即是由這個位置開始是一個ABC 所以還是要等它是 收陰竹 等它4小時和收陰竹 才有一個 轉回跌的訊號 看到它應該在升穿這個 這個小三浪的頂 就由這個位置開始 1,2,3,4,5 1,2,3,4,5 這樣 那它要再收陰竹 才確認它轉回跌 暫時還未確認它轉回跌 它可能再收多幾支陽竹 也不定 即是有收陰竹才下去 看看黃金的走勢 那看黃金的周線圖 它依然都是 似是走勢 似是在向 1896 1897 這些位置 即是這個 周線的Retracement 0.6 18 那些位置 1897 大概 它是似在去那些位置 日線圖它昨天收了陰竹 但收陰竹它也沒有收到5A 所以依然可能趨勢在繼續 只不過是一個小四浪 可能這裡是1 2 3 4 5 那它昨天的浪 如果是似是一個 A,B,C 應該也是 會再破一次頂 看看它是不是一個 A,B,C的結構 看見它似是一個 Double色 應該說是 A,B,C的 也像是A,B,C的 即是這裡A B,C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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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進去數真些 好像有個五浪結構 看了15分鐘圖 看見這裡 有個1 2 3 4 接著五浪就延伸了 分成1 2 3 4 5 即是它 這裡有個五浪的下跌結構 如果是這樣 這個頂也未必會升穿 這個頂也未必會升穿 當然也好看這裡 究竟有沒有數對 如果數對的話 它應該稍後 在沒有升穿這個頂的情況下 就會跌下去 如果數錯就會升穿 而且會去1896 下一個位 如果這個位數對的話 它兩小時圖應該稍後會收一支音竹 即未升穿這個頂之前 它會收一支音竹 有機會轉回 所以也要留意它兩小時圖 是 什麼時候收音竹 如果它升穿這個頂之後 才收音竹 那個就 就不是反彈的了 那個只不過是4 1 2 3 4 所以也要留意它兩小時圖 究竟它是升穿這個頂之後收音竹 還是升穿這個頂之後才收音竹 都會有分別是走不同的浪 升穿之後才收音竹 那個就小四浪 還有一個小五浪 如果升穿這個頂之前收音竹 有機會是ABC完了 所以就下回去 所以這裏也要留意了 所以這裏也要留意了 看一看 看看原油走勢 看看原油走勢 看看原油的日線圖 看看這裏 前排走的浪 由這位置開始 做了一個反彈 ABC 做了一個反彈浪 ABC 做了一個反彈浪 做了一個反彈浪 ABC 然後就走掉一個跌浪 1,2,3,4,5 所以從這個位置開始 就會向下數5個浪 看看裡面走的浪 即是從這個位置開始 就會走一個下跌1浪 下跌2浪分了兩組的反彈 即是是ABC構成W 然後它下去也沒有破底 即是有機會又轉回上 就是WHY 即是W是ABC Y也是ABC 看到它收了音竹 ABC 看到它收了音竹 即是有機會結束 有機會結束 WHY也結束 只要這個頂部再升穿 應該都是 應該都很大機會是 反彈完 這樣下去 那會不會再複雜一點 有多走一個SS 再走一個Z 再下跌 那當然也不排除 但是這個機會會小一點 當然就是 反彈兩浪就可能差不多了 應該是差不多了 應該是轉回去 那再看那個 那個 還有那個美元指數 那今個禮拜都可能會是 收回音竹 都有可能的 那個原油 那看到是反彈了五天 由這個最低位 1 2 3 4 5 反彈了五天 那第六天 會不會破一破頂呢 這樣 但是就 吹向收音竹 就是吹向收音竹 即是吹向收音竹 就算破頂也好 都可能是 那個 反彈的 裡面 還差一個小子 那樣 但是整體上 整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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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線都應該是吹向收音竹 因為它是 第六天 那 也都差不多時間 這個 綠色這個Histobram 差不多時間 就 要轉 要轉 因為它 開始就 就是沒有 就是上升動力減弱了 看到是 MACD線 脫離了 Histobram 看看 美元指數 看看 美元指數 日線圖 那 它就很接近 去到那個 377ma 那 可能會跌 跌穿一下 應該會有支持 轉回上 轉回上 這一下 應該會 金股有 所以這點 就要留意了 那 它的 日線 MACD 就 死差了 就是終於 看到紅色 見完紅色之後 再 升上去 才明確是 這個 做了一個底 才 像是一個 真正的底 即 當它 Histobram 是紅色的時候 才比較像是一個 真正的底 那 應該 像是去到這條 MACD 然後彈上去 也有個時間周期要留意 就是在 9月28號 9月28號的高位 跌到今天就是89轉折 看看今天會不會是破底 做底 第89日之後就轉回上去 這個周期比較長 看見是89 可能反彈 看看會不會是55日 或者最少34日 這點要留意 就是去到一個時間轉折 那會不會是90日才是破底 也有可能 但是90日 就要修養修揚足 那 應該就是時候要轉回上去 這個 那 今天這條影片又排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like 訂閱YouTube可以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 也可以考慮 你也可以考慮 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